老师刚刚提到了 实力非常重要 这次我们来看到的还有一件大事 就是中国大陆第二次的洲际弹道导弹 全射程的发射任务 其实结束已经有几天了 但这一次任务的影响力 其实还在持续的扩散当中 当时当天 就是上周三 我跟老师做完节目之后 老师就写了一篇文章 有评 这个一发入魂 真理在射程之内 老师写道 如果天降正义的实战 那么下去之后 就是比一千个太阳还要亮的 真理蘑菇云 冉冉升起 进化一切萧小之徒的灵魂 当然我跟大家说一下 美国官方对此的态度 也看到了非常非常的低调 主流媒体也不吵中国威胁论了 所以我就想请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 现在是不是中国在主动的塑造围栏 避免美国你来对我冒险了 但是这个策略成功了 还有刚刚导播给大家看的图片 我们结合外交面来看 因为这个洲际导弹发射了之后 王毅外长在联大旁边 有跟这个布林肯国务卿来进行了一个会晤 我觉得说当面教训不为过吧 提醒美方不要以两副面孔来对话 就是你不要给我两面三刀了 如果结合一下外交和我们的军事面来看 我想听听老师的一些分析和见解 最引人注目的其实是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 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是我们表扬中国 为什么表扬中国 因为它提前通知了我们 透明 提前通知了我们 它避免了 它用了一个叫misperception 一个叫miscalculation misperception是错误认知 miscalculation是错误计算 那错误认知是什么 错误认知就是对中国的战略意图 有错误的认知 以为中国政府是不具备什么什么 这种能力的或者等等 所谓的miscalculation指的是 对中国的核武器库 它这个核武器库的战略反制能力 有错误的认知 觉得它可以通过一些冒险性的手段 去赢得对中国的战略优势 因为有这个底牌 所以在外交上可以对中国无限抵押 那这两个都是mis的话 那么就证明一切都在澄清当中 这是一个 第二个想特别指出的一点 就是以前已经很多人已经讲到了 这一次的洲际弹道导弹实验 其实是很特别的 因为我们发射的是 在公路上可以机动的 陆基洲际弹道导弹 这种东西是核反击力量 所谓的核反击力量 就是你用核武器打我 打完了之后 我这些核武器可以生存下来 再打回去 再打回去 而且相比较以前的 用来做核反击的核潜艇 这类的核反击力量的话 我们这个东风31AG的 这类核反击力量 它在陆地上 公路机动 可以在没有事先准备过的 任何一块场地 随停随发射 能够对对方的坚固目标 进行坚硬打击 就是说你们那些策动了 对中国发动核打击的政治决策层 你躲在避难所里面 我一样把你爆销掉 对 就是说我的这种打击力量 这种硬的二次打击力量 因为以前核潜艇发射的 这个二次打击力量 被称之为叫做软的二次打击力量 它只能打击工业中心 或者是经济中心 或者是人口中心 这些软目标 但是我们知道 根据欧美的那个流程 当这种战争爆发的时候 那些决策层 它第一时间会躲到 具备那种防打击能力的 硬的地下掩体去 那我现在展示的是 我的这个东风30A机 我具备打击你 精准硬目标的能力 这个跟它的运载平台有关系 因为它在地面上 大地的位置是相对固定的 我如果能够快速的测算我的位置 然后你的位置是事先知道的 然后计算一套设计住院 调整弹道 快速反击的话 我就可以实现远距离的精准打击 这是一种精确的第二次打击能力 所以它特别有助于帮助对方头脑冷静 就是你头脑不冷静的话 我可以帮你降降温 就是告诉你说 在你对我进行一次 偷鸡摸狗的偷袭 趁我不注意插了我几刀的时候 我可以很精准的 第一插你一刀 第二这刀会插到 你感到疼的地方 第三你就算躲起来也没用 就有些人他是这样想的 你中国是一个好的国家 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国家 我对你进行第一波打击 把你精准的第一次打击能力全部销毁掉 你是只能打我的软目标 然后我发动一波舆论公式说 你看你也摧毁不了我的这些军政要员和决策策 你无法对我军事目标进行精准报复 而打明用目标是不仁慈的 是不仁道的 我用道德的方式来约束 以此或者有一些美国的核子 我感觉在哪里听到过这种 这种论调 就是他觉得这个世界是可以轮着他来去做的 对于这些萧小之徒 我们需要帮他冷静一下 所以你看这发导弹出去之后 不仅美国政府非常的冷静 美国的媒体也非常的冷静 以前中国政府做一个什么实验 搞一个什么东西 美国媒体在七上八下 上蹿下跳的好像中国要后乱地球一样 你看这种事情看下去之后 大家安安静静整整齐齐的转发 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的这些信息通告 转发国防部发言人的新闻通告 这个动作乖的都不像美国媒体 这个事情就说明其实都懂的 都知道怎么做人 平时就是不想做人吗 那需要不断的被敲打 就这么回事 就平时不想做人 那除了军事上面 那我让您冷静一下之外 那您觉得中美一年见了四次 然后还在联大旁边直接告诉你说 你不要跟我两面三刀了 太下不来台了吧 中美中美见了四次 说第四次说出 你不要跟我两面三刀了 证明什么 就是中国耐着性 中国把你当个人 我教你对吧 做人 教着教人 你想让王毅外长这样的人 说出两副面孔这种话 那是多么有涵养的这种人 不是动不动就如何的对吧 你不是刺激他到一定境界的 他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而且美方现在的很多问题在哪呢 就是他幼稚的可笑 就是他是那种 我原先是不太倾向于使用 但是我认为现在 他真的就是一个国家级的巨婴 或者是一个巨婴国家 就是他的整个精英阶层 对待世界的认识和理解 都是建立在一种 病态的自恋人格基础之上 病态自恋 怎么讲 就病态的自恋人格 就是说 我到你这来 坐下来 跟你谈 然后让你做这个 做那个 做那个 已经是我给你莫大的面子和荣耀了 你就必须尽快 马上按照我说的去做 为什么因为那是我 因为那是我美国 我美国对你提个要求 你怎么能不做呢 我的祖辈都是这样告诉我的美国 什么都可以做到的 然后呢 我又是可以随时随地去做那些那些那些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那些事情也是我想做的 也是我要做的 至于说这些事情和这些事情冲突 关我什么事 是你自己要去调试的 你就应该被我制裁的同时 在这边乖乖的 我让你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我让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 简单来说 这种自恋性人格就是认为 地球是以它为中心 按照它的想法来运转的 我想这转了 它就会往这去 想那转了 就会往那去 这美国现在对中国的外交政策 越来越呈现出这样的一种东西 就是你严格意义上去看美国的对华战略 它的这些战略举措在不同的议题领域 你如果从这些政策做的事情往上去推 它所假设的中国的特征 中美关系的状态 美国对中国的比较优势 它都不能够match最后形成一个美国 它是互相冲突的 也就是说它的战略是分裂 它的战略制定着 在制定对一个国家的 不同议题领域的对外战略的时候 它的精神状态是分裂 它不具备系统性思考的能力 它完全是基于一厢情愿和自我重新出发 去设定了若干戈相互冲突的目标 然后就加以进行推行 而且在此过程中 这些政客表现出很强的自我催眠特征 就是他不听对方讲话了 他不听对方讲话了 他就是把他的要求给你 然后甚至于他也不看清楚自己的真实情况 包括Summer我们上次讨论过美国下修那个劳工部数据 最近美国商务部长又决定重新计算 美国人口袋里有多少钱 把这个人均支出和人均收入的标准不是又改了吗 结果凭空他们两个数据集 对对对您刚好讲到这 我把这个背景材料跟大家说一下 您刚好就嗓子不舒服 先歇一下 我老师刚好讲到这个美国人很矛盾 真的很矛盾 这个是商务部雷蒙多 美国又在向上收一个数据了 这个是后面的一个 一个新闻 我把它提到前面来讲 在9月26号的时候呢 美国二季度的实际GDP的 即环比中值是3% 有人就说这个怎么了吗 其他是高于预期的2.9%的 而意外提振的原因就是商务部长雷蒙多 决定修改美国经济两个最重要的数据 个人收入和个人支出 他把个人收入上调了3.8% 把个人支出也上调了1.7% 所以说你会发现收入是大于支出的 减出来是不是有刚好有个差额 所以说他把这个差额呢 当成他的一个储蓄 哦你会发现原来我们美国消费者和家庭的储蓄相当健康啊 您想这个数据要是支撑到11月大选的话 是不是会给美国人一个非常意外的错觉 就是我们美国的经济没有衰退 我想请老师接着帮我们讲一下 这个您觉得跟上一次您讲的 这个问题是如果说是让国民一个月 让国民储蓄增加了多少亿美元的话 那平均每个家庭的储蓄要增加多少 每个企业的储蓄行为增加多少 然后从家庭用户来说的话 就是从居民用户角度来说 你去看看你的银行账户里面钱多穿了吗 最实际的 你去你去看看银行账户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就会产生效果 这是什么了 这不就是煤气灯PoA吗 这不就是煤气灯PoA吗 这不是就是煤气灯PoA就是王力宏他老婆说他 说他 就是明明这个东西是这个颜色的 然后我找了一堆不容置疑的权威 用非常权威的方数告诉你 不对你看错了他是那个颜色的 然后让你自我怀疑 那这种自我怀疑就两个结果 第一个就你被他套路进去 套路进去以后 从此就是他说好就是好 他说不好就是不好对吧 那如果你没被套路进去呢 你就会用看傻逼样的眼神看你 他在你面前上船下跳 上船下跳 上船下跳 然后不断的证明他就是在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在PoA你 然后你说我这个人我要我要跟他谈判 你把我当傻子你跟我我跟你谈判 就是我觉得再往后 真的要出现这样的事 就是世界各国的外交官 在跟美国人去谈判之前 先得跟美国人讲清楚 你这次准备来浪费时间呢 还是来跟我谈呢 就是你又要表演了 你又要到我面前来 那边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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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一堆 讲完以后你就走 你还是真的准备做什么事 如果是前者 我们就找个相声演员去陪你玩 如果是后者我们我们再说 就说这个国家他的这种体制 正在变得越来越诡异 你知道吧 尤其是尤其是他所谓的精英 他现在的精英就已经专门去做雷蒙多那种事情 就是说他需要什么 他需要这个报表上 以科学的原理出现他想看到的数字 然后他就认为这就是现实 就是我们上周也讲过的 基于一个数据去更改他的实证 和现实的这样的一个反差 他不是根据一个事实去找证据 对 因为他通过改数据塑造认知来获得什么 来获得掌控欲和权力感 你看我都把它拧过去 我都把它拧过去 你看我又成功了 所以这就是自恋型人格 就是说他 他需要一个一个做到这样的 别人看来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来不断的自我进行强化 这是一个非常扭曲的病态的东西 为什么呢 这种东西就是 这种人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通常另一点就是他在逃避什么 他在逃避面对一个他不想面对的东西 他他想逃避面对他真实的自己 不是逃避中国 他逃避面对的是他自己 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你看我这么好的一个总统 拜登认为我是一个很好的总统 我出了那么好的经济政策 你美国老百姓的生活怎么可能差呢 来把数据改好看一点 你看果然就很好 你看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符合他们对于这个哈里斯那个论书 就是说美国其实是很好的 你们就是受了特朗普病毒的污染 没有看到美国好的一面 那你看美国不是挺好的吗 就是这个套路呀 至于什么看兜里的钱错了 美国好坏不能看兜里的钱 要看这个为什么 因为看兜里的钱是特朗普让你看的 那是特朗普病毒的一部分 你必须听哈里斯的 他套路在这儿呢 他妈你跟到他那边去了之后 整个这套控制体系 他就会邪教化 就是跟着教主的思路走 不要有独立思考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不然的话我要么干掉你 要么碎碎念弄到你反 痛不欲生为止 这我把他把你搞掉 这个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进去之后 他是有极伦效应的 他成瘾 他成瘾 他会越收越紧 越收越紧 他做的会越来越极端 他会做的越来越极端 你就说你商务部让国民储蓄 一个月增加了5000亿美元 你告诉我 美国民众的账户上 这5000美元在哪 怎么出来的 真实账面上在什么地方 你告诉我 没有啊 你修改了一个统计口径和数据 对不对 一进一出修改了两个百分比 然后你提振了一下 你修订这些数据的依据是什么 那就行了 然后你这样做的意义何在 这种意义反映的是什么 反映的是你这个世界的认识 反映的是你的追求 反映的是你的目标 那有这种追求和目标的人 这个团队出来的人 像王一外长见到布林肯 布林肯翻来覆去就能念那几句经呀 就是念那几句经呀 你要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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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俄罗斯问题上不能怎么做 你在那个问题上要怎么做 那可以啊 你要我在俄罗斯问题上这样做 我的交换条件是什么 我不说你凭什么 我就说我们交换条件是什么 没有 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 踩鸟 就是拿PUA美国国民那一套来PUA王毅外长 PU中国 就说这种东西是这样的 就是冷战时期呢 这种东西是美国人用来骗外国的精英的 来为美国这个东西涂脂抹粉的 美国国内呢 比较有限度的使用这种东西 去维持它在国内的这种统治 但是搞那套东西的美国精英自己是不相信的 他也知道那套东西是用来PUA的 现在呢 这些人自己先信了 他把自己先搭进去了 所以呢 我们看到现在美国人很别扭 就是很多过来这个美国人 就是在跟我们进行这种外交谈判场合的时候 都会给你一种类似于邪教信徒的气质 就是在那儿喃喃自语 他给出的整个谈谈话方案 就是他在那边闭着眼睛喃喃自语 就不停的去 去复述一些所有就是他完全没有沟通 他完全没有对话和交流 他是自闭的 他封闭在他那个那个框架下 他他每一次的对外沟通和交流都不是在吸纳新的东西 他只是在展现他自己内生的那套东西 不停的给你循环 他不会给你新的东西的 他必须要这样 他自己就不会相信了 他必须要自我催眠 他才会自己相信 他要是吸收新的 因为他如果给了你一个新的东西的话 他那个币就破了 破了以后他就要面对那个现实了 面对这个现实是handle不住的 所以他就反复瞧 所以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会导致中方这边的耐心 不说丧失 就是会显著的下降 就中方一开始会认为 你拜登是不是因为没有经验 不会当总统 你给了我承诺 怎么你的团队没有落实 对吧 这个在中美双方领导人的直接对话当中 也出现过很多次 就是说我们的领导人认为 你的领导人跟我的谈的挺好的 怎么你说的话 你的团队不落地呢 这个在我们看来是常识 领导人讲的话 就是一个承诺 这个承诺你的团队就负责去落地 没有你带头讲假话 对吧 那么在工作组层级的这些问题上 我们给出的是务实的清单 所谓务实清单是 那你可以做这几项 我们可以做这几项 然后这些项目我们是可以合作的 我们先释放一个合作信号 然后解决一个矛盾 再来管控一个分歧 整体是有一个套路的 而美国原来是 你做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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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做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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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图什么 我得到什么 没有啊 你回去做就行了 我让你做的 我都已经亲自来跟你讲了 你还不去做吗 不就这种东西吗 真的 在这种情况下 带着这种思路 你来跟我们谈 那双方做下来之后 这个气场完全就是不搭的 就一个就是在那儿 喃喃自语 就就闭着眼睛 就开始转圈转上来 那边就是 下来 继续吧 你就说吧 那你想一次 两次 三次 第一次 耐心很好了好吧 是 耐心很好了好吧 所以在这里由衷地说一句 中国领导层真的辛苦了 跟巨鹰谈话真的带累了 好 接下来我们想要继续 跟大家探讨一个话题 也是很多粉丝 想要让老师讲的一个话题 日本的新任 自民党总裁选出来了 也将会接替 岸田文雄成为日本的下一任首相 来看到这一次的日本 自民党总裁选举呢 有两轮投票 最后的第二轮投票呢 安倍派的 高市早苗和反安倍派的石破帽 是直球对决 最后是这个石破帽胜出了 其实有朋友跟我一个 做了一个日本民间的分析 他说有比起说中国希望谁当选 倒不如说中国更不希望谁当选 这个是日本民间的分析 所以有人就说了高市早苗 当然中国非常不希望他当选 因为他比起石破帽来说呢 他是更反中的 因为他之前宣称过当选了也要参拜 还进过审舍 那么石破帽上台之后呢 有人说他是亲中派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是有提到他03年访华的时候 和当时的前军委副主席曹刚川 有联合70杯茅台 说他哇我绝对不能跟中国人喝酒 还倒下 然后还说他每一年都想去中国 这样的一个亲中派的形象就被塑造出来了 当然这一次我看到他呃有人事调动方面 第一个是大力任用自己派系的成员 第二个是新提拔高层都是对华比较友善的 比如说像是大家公认的知华派林方正 还有准备担任财务大臣的加藤盛信 以及自民党干事由这个僧山玉来进行担任 我想请教一下老师 中日现在应该是存在一种结构性的矛盾 您怎样来观察石破帽的上台 他所谓的亚洲小北约跟台湾 你说的中日结构性矛盾是什么 结构性矛盾指的是民族仇恨啊 然后钓鱼岛问题啊台湾问题啊 还有这些核污水啊等等半导体之类的一些问题 在这里面能够称得上结构性的 大概就是日本对于战争历史责任 这个认知的问题 因为它和日本的国内政治结构是相关的 其他的都可以理解为是一些功能性的议题 或者是衍生性的议题 是 石破帽这个人 挺有意思 这边可能就是 大家要了解一个顺序 就是在日本国内被称之为日本右翼的那些人 如果是比较古典的那种日本右翼 所谓的日本古典的右翼就是 基本上是站在日本的立场上去讨论日本的国家利益 而比较少的去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去讨论的日本国家利益 古典派的日本 这些日本右翼 它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它的核心诉求就是恢复日本在二战前的荣光 消掉战败国的记忆 把日本变成一个所谓的普通国家 要做到这事儿 核心包括把这个和平宪法的第九条要修改 直接拿掉和平宪法 比如说在国际社会当中要取得一系列平等的地位的象征 比如说在日美安保同盟当中跟美国要处于更加对等和均衡的位置 等等这样一些东西 那么日本右翼取得这些策略 实施这套策略的一个 实施这套战略的一个策略性的方法是什么呢 策略性的方法就是经典日本外交当中的世大主义 就是和全球强 全球或者说地区当之无愧的首屈一指的强国交往 所以日本是一个实力敏感性国家 它对于这个实力的变化是非常敏感 那么在这个实力敏感的过程当中 日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 美国关于日美军事同盟的理论当中 有一种理论叫瓶塞理论 就是美国的驻日美军扮演的是瓶口的那个塞子 他把什么东西放在里面的呢 把一个没有军国主义武装化的日本放在里面 那么用美国人的话讲 如果把这个瓶塞拔掉 日本恢复常规武装 日本进行扩军你中国干不干 这是20世纪90年代的首说法 为什么那个首说因为当时中日美三方的国力是那个样子的 但现在已经没有人在提瓶塞理论 那个美国那边在讲要放日本出来 要强化盟友的作用 在构建亚太的国际 但是你要知道 对于日本来讲 当一个老大说 小弟我现在需要你帮我个忙 去干他一架的时候 这个小弟会得到一个什么信息呢 这个小弟会得到一个信息是 老大不行了 不像以前了 以前老大 以前老大是不需要我的 以前老大是直接带着我直接上去砍 大多数情况下 我只是负责在这边上做一些边边角角的工作 看着老大在前面 这个砍瓜切菜一半 这个是日式小弟最喜欢跟的一个老大 包括在日本所谓的武士道的忠诚当中 你的下属是不能怀疑上级的强大的 就是说在上级陷入苦战的时候 你下手是不能轻易介入战斗的 介入战斗就意味着你怀疑你上司的强大 你以为他快输了 你去救他 这对他是一种极大的不尊敬和羞辱 这个在像浪客渐行那些动画里面 他们都用一些比较有趣的那种场景 在那边进行描述 比如说两个人打得快类似的时候 有人像第三个人站在边上 你说还把墙 你把那个主人公一枪毙掉就行了 结果那个老兄把枪扔了 说为什么 他说我们老大会解决的 他的强大是不用怀疑 我不应该去介入插手 那这是他的一套逻辑 在这个逻辑下面 你如果一松手的话 他就觉得说 他的反应不是说有机会到 他反应是第二个 日本从蠢蠢欲动的下课上传统 蠢蠢欲动的下课上传统 他们是没有忠诚这个概念的 对他们看来 如果你这个主军衰弱了 良情折磨而起我换一家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石破茂很有意思 日本就是通过对中国大声的吼叫 一个证明自己对于美国的意义跟价值 在美国是一个合格的老大 日本心甘情愿做一条中拳的时候是这样 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谨慎的试探 你美国究竟已经到了怎样的边缘 就是你已经衰退到了怎样的程度 那这个时候善方式是什么 是对美国提出一些 以中国为理由 但是非常过分的要求 比如说石破茂说 他说到美 关于日本在美国也要建军事基地的问题 大家对等吗 你到我这来建 我到你这去建 对吧 我们是对等国家 也就是说用过这种方式来表示 日本跟美国是平起平坐的 再包括他说 我日本的军队可以帮你驻防关岛吗 帮你驻防关岛 这大家感觉一下 日本的军队重回关岛 有兴趣把关岛争夺战在二战时期 那个历史看一看 到日本右翼的这些东西 你想一想这种感觉 那你说这个东西 他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日本起就是这一届 石破茂七代的这个中美日三边 是一种怎样的态势呢 然后在这种中美日三边的态势当中 中国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去看待和理解日本 那有一点注意的是 日本这个国家 他关注的是什么 是实力 实力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当一件事情 百分之一千 他会输的时候 日本的做法就是 我想尽办法跟赢家站在一起 我不想成为输掉的那一个 对吧 那你就让他 就是很多时候 这是一个清晰性选择的问题 清晰性选择的问题 在历史问题上面也是一样 在历史问题上面 日本人的纠结之处就在于 第一 如果我认了一个错 我犯了一个错 被对方抓住 对方会整的我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因为日本人就是这么整自己人和整别人的 就但凡他认为他抓到了你道义上东西 他会不停的往上去叠加叠加叠加 然后叠加出一个东西来 然后把你搞得运动转向 是一种 第二个 日本的文化认为 我认输被美国打败 没有任何的疑问 我承认历史战争历史责任问题 就等同于我要向一个 他认为并没有打败他的中国去认错去投降 那这个认为他不值 你帮不起我这个东西 那很简单 中国要觉得让他觉得值就行了 让他觉得值就行了 然后回到事实的层面 当这个事实和这个力量的对比 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之前有很多人 有很多学者 讲要促进所谓亚太地区 发生这个所谓的这个外交革命 所谓的外交革命 就是在中国实力还不那么强的情况下 用各种方式去给日本一好处 然后所谓离间日美之间的关系 日美关系是不用离间的 日美关系 你在弱小的时候 给日本拿去当糖吃的 所以用来离间他的东西 都会当糖吃下去 然后他会强化对于美国的忠臣 日美之间的这个同盟关系 是建立在那句名言 就是说你牵狗的那根绳子 你的手上的力量有没有衰减 如果衰减了 这个狗自己会跑出来 然后做第一件事情 它是反养一口 所以未来中美日尤其是日本那儿 是会有很多新闻可以看 它会搞出很多小动作来 这个老兄 这个老兄我觉得有点意思 就是他有那么点日本古典友谊的意思在那 就是那种 美日对等的感觉 一定要美日对等 就是那种比较日式 我不知道那次怎么表达 就是那种比较传统的日式的右翼 他也受到美国那些教育 但是他总体的认知 直白的讲还是从日本的角度出发 而且目前看起来 传统日本右翼 大家觉得军国主义死硬 其实我讲右翼分子 他这个传统的日本右翼 他特别没有节操 他身段特别灵活 真的 他的关注点就是 任何有好处的那些地方 他都会想办法去占据 想办法去占据 他会有很多的那种 细微的灵活性的多样性的试探 然后就会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 然后也会让他的这个 外交变得比较有可看性 另外那个嘛 肯定是没什么好得说的 反正没选上 就这么着了 所以老师来讲说 除了中日之间 结构性的民族仇恨矛盾之外 其他功能性的矛盾 其实在中国打了一颗中间 中日之间的 就是所谓的这个历史性的这个矛盾 为了说历史性的这样一种认知 你在中日之间的实力对比 有了一些进一步的变化 这个进一步的变化就是 在国际社会上 中国跟美国之间的战略博弈当中 出现了一些 日本国内都无法否认的 有利于中国的力量变化之后 它也会迎来自己变化的契机 这个是由日本的文化所决定的 当然也具体方法上和路径上有很多 但是总体上来看 这个东西随着力量变化东西 出来了之后 都是会 我举个简单例子 核污水排放的事情 搞了四年对吧 搞了几年 搞了几年下来 最后达成了四点的共识 这个四点共识里面 有三点是完全按照中方的要求写的 最后那个东西的 开放的那一部分东西 设置了巨场的潜质条件 没有具体日期 很明显 最后这个所谓的开放 是日本一定要求 就既然是共识文件 我总得拿到点什么东西 然后中方原则性同意 然后这本东西出来 日本只能靠舆论认知炒一波 是 然后在这里面核心的点是什么 后面就看中国怎么样实质性的去落实 对于那边水的独立采样权限 和独立采样的操作 日本人是看细节的 日本国内对这个东西 社交媒体上反弹一致 就觉得怎么让中国人进来检查 这件事情他受不了 没关系啊 这种事情中国以后多做一些吧 就是你把你的这个 兵计体量上的这种优势 转换成一种能力上的优势 然后用这种能力上的优势 转变成一些具体的政策和行动 然后你会发现 当你这么做完了之后 周边那些国家 包括像日本这种 他会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贴上来 他会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贴上来 就是就是那种 你一开始搞冰冰想干嘛 甚至觉得他 他是要冲上来咬你两口 然后怎么样 然后慢慢慢慢的后来发现 他 他好像贴过来 他其实本质上是在贴过来 过了一段时间 他只是 他是在过来 他在向你用一种比较尬的方式 在那边向你示好 就是这种感觉 中国好难啊 怎么老跟这种很拧巴的国家打交道 真的是很太难了 好